胡总 我们东晨刚刚拿下了 加拿大状况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就意味着我们将降低 至少百分之十一点四二的 生产成本 再加上东晨本身就领先 国内的切割工艺 我希望我们 林总 我们的董事会 刚刚讨论出了一个结果 不止一位董事认为 东晨的高层 也就是你和李董事长之间 有较深的经营理念上的分歧 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讲是大忌 所以董事会决定 暂时不考虑投资同城了 这个码房呢 最近又扩大了 又重新码房录给新闻 这边这几批都是新进的 还可以吗 来自那边那批呢 是上次在香港大比赛拿了奖的 那 跟精神吧 那这三批是最贵的了 全部都是吃的好的 你看 这批呢养了两年 准备送去香港参加大赛 新研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太太 黄佩英 你好 你好 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 顾新研 好 那你们聊 好 那你们聊 来 晓妍 你来评评一下 我这匹码怎么样 董事长 我对码没有研究的 但是呢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会有相通的地方 比如说精神 比如说气场 赢的这匹码 四肢匀秤 眼神发亮 哪怕从我这个外行的人的角度上来看 他也是一批绝顶号码 总是长好眼光 你不单有灵性 还有武器 谢谢您的夸奖 以前我就觉得说 您球打得好 没想到您还喜欢养马 人呢 只有不但发现新的未知的领域 才能激发生活的乐趣和追求 我这个年纪的人尚且如此 你们年轻人都应该这样啊 好 上架了 这是几年前 我从美国突然买回来的纯种素骨马 我用最好的草料供了他两年 再过两个月 我打算送他去香港参加比赛 加量每天训练他的时候 多加三十磅的负重 圈数一样 李董 这样突然加量马吃不消啊 我花这么大价钱养着他 他不是拿来当宠物的 这匹马既然享受其他同类没有的待遇 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价值 欣言 你说对吗 董事长说得自然是对的 以后就这样吧 好 我们出去聊聊 好 好 矿业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地美矿业的合同 已经确定先被林总先行拿下了 哦 那我们的计划不是给他打乱了吗 工作室的筹备工作 要尽快进行 嗯 董事长 其实这一次 我和陶先生的接受过程当中呢 也不是一无所获 他跟我说了一些 十几年前东晨的事 十几年前 他跟我说 东晨我们的唐董事长 是被人诬陷的 然后他就什么都没有说了 因为他说他也不知情 其实每个公司和每个人一样 都有一段说不清的成长事 现在工作室才是你最该操心的 好的 董事长 我让王婉东和孟潇潇去帮你吧 他们是东晨的老员工 经验丰富 应该对你有帮助 董事长 这两位的工作能力 我非常地敬佩 但是 让这两位这么重量级的总监 来到我这小小的工作室来 会不会影响到公司 其他业务的运转 他们来也只是助你起步而已 你放心 只要工作室走向正轨 我就把他们从你身边挪走 不会亏你手脚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李卓然这么干 就是派提系监督你 一个销售总监 一个财务总监 一个是进钱的渠道 一个是管钱的衙门 看来董事长是想要在我工作室的账上做一些文章啊 果然是这样 我早就觉得李卓然想用工作室洗钱 你是工作室的辅导人 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难辞其咎 你甚至会犯法的 我建立这个工作室的初衷 是为了接触到陶乐齐 现在已经实现了 但是我的想法变了 我觉得这个工作室 要好好地 真正地建立起来的 你得考虑清楚 现在遇到的情况 比以往任何时间更加凶险 更加失控 班牙齐 尔威娜 陶乐齐 这三个人的合理 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更加难以对付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我没有退路 我懂了 你放心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我 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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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 因为我不仅赚到了学费 还收获了你这个珍贵的朋友 有我在 技术层面无有 答案 我会坚持在你身边的 我也有在我身边的